然后我刚刚忘了说这个勾这个包包的手柄的时候 两边都要留场线 因为这两边我们都是要缝合用的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包包的话 这些小配件我们都勾完了 现在开始缝合 我们先一片一片的来 这个东西放在这边备用 我们首先要缝合的就是 这个跟底边 这样的话 这样底边跟这个对着 都是二十针嘛 所以就一针一针的这样缝 这样 这样 我们再 开头这里 把这一针这两个 我们多缝两边 然后就像这样一针对着一针的这样缝合 一针对着一针的缝 缝得我好想挠头啊 哈哈 颇有点嫌亲良母的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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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缝完了 然后我们接着是像这样 然后我们是缝侧边 侧边 侧边 这样 这样 这样对着 这个 我们 这里的话就直接从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穿过去 然后对应的它这边就是 这个地方 这样 然后把这边的 这里穿过去 同样的 这个的话 我们就要 就是头上的这个 我们都把它 多缝两边 然后这个 我们就可以这样 像这样 这里的 这里的 像这里的 这里的 同样的 也是一针对应一针的 把它缝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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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这个头上的我们也把它多缝两针 然后再把它缝到里面去 把这个把这个线头藏在这个里面 你们想怎么藏就怎么藏吧 这个谁发挥 藏的差不多就可以把这个线剪掉 哎呦哎呦你是不想出来了吗 行吧 就这样把它给剪了 然后我们再来缝这一遍 缝这个底部 也是同样的一针对一针的这样缝 第一针对应第一针 第二针对应第二针 同样的头上的我们就把它多缝两遍 像这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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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的一二三四 哦 我才发生了 好 这样的话就用同样的方法 把这个 把它都缝合起来 然后 这个就是 我们把 这个缝完了以后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来缝合这个手柄 然后我们看着这个 两个这个中间的位置 这里 这个 好看的这一面 好看的这一面对着这一边 然后先这样 这边 然后我们穿过去 把这个搞出 然后就转过来 然后再转过来 像这样 然后再从这一边 转过来 然后这边的 上面也这样 把它这样带上 然后再把这个线我们再藏在这一边 想怎么藏怎么藏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把这个 两边的这个 全部固定起来 然后封完以后 就是这个样子的啦 小包包 封完以后 就是这个样子的啦 大的 小的 嘿嘿 这样 这样 然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